大家好 不少会有发现自己的茉莉花叶片发黄了 就以为是缺铁了 缺酸了 又给它补这个补那个 其实大家没有分辨清楚研究的时候呢 你给它补再多的肥也没有用 比如说像我这两颗 大家看一下我这两颗茉莉花差别 真的是天差地别 这颗叶片枝爽叶茂 叶片又大又翠绿 这一颗叶片发黄 长不出新叶片来 其实像这种情况呢 不是切肥也不是切酸 而是这个土壤板结了 大家看像这颗土壤非常硬 今年没有给它换过盆 那么这一颗茉莉花 早两个月给它换了一次盆 长得非常旺盛 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一定要检查清楚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要给它乱来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只需要给它换盆换土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给它换土的时候 土壤中一定要加足这个有机肥 因为茉莉花它比较洗肥的 如果说有机肥有机质不充足的话 我们给它换盆之后 到了明年 还是照样要给它换盆 那么我们给它加油 机肥的话呢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发酵好的干养分 而且呢 它是经过高温杀毒 它里面的虚菌比较少 那么对于后期这个茉莉花 不容易得一些病害 我们只要在这个土壤里面 加入20%到30 就可以保证2到3年 不用给它换盆 好了 这就是茉莉花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该如何分辨清楚 该怎么解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